教你对人不带脏子 我是算命的 请问你算什么东西 这么会抬杠 工地需要你 你是莎士比亚没有事 我不想知道你有病 别表现得这么明显好吗 一张脑袋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吗 真羡慕你的皮肤 保养得真厚 你的话 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你在数字界和字母界排行第二 你就是我键盘上 鉴于字母 A与D V与N之间的那两个字母 你是元素周期表的第51号 拢后一起吃鱼吧 我看你挺会挑菜的 你一定会下厨吧 看你挺会添油加醋的 你不去当厨子可惜了 甩锅甩得那么厉害 天晴了 雨停了 你又觉得你行了 你家住海边的吗 管得也太快了吧 你是不是阿基里德的后人啊 整天就知道抬杠 你有脑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 你具有阶级局限性 我俩没得聊 是亏是福 我祝你 福如东海 寿笔昙花 你可真是上帝造人的草宝啊 你长得真有创意 活得真有勇气 感觉你的智商和期待一起减断了 妹妹几岁了 可曾上过学 现是什么样 你能秒射 为什么不能秒回 你的出生正是杜雷斯的一封道歉信 你的眼屎擦干了 看清楚再说话好吗 你上辈子是条毛巾吧 这么拧巴 你以为你是铅笔盒啊 装那么多笔 说话这么好听 上完厕所一定擦过嘴巴 是金子总会发光 你这玻璃茶总是反光 你去当演员吧 我看你挺会演的 拿你当人的时候 你尽量装得像一点 你打扮成这样 是对世界的不满吗 上帝把智慧洒满人间 却给你打到伞 你脑袋裤不要紧 关键是不要进水 我有洁癖 而你刚好是垃圾 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不停地做圆周运动 这是你能做到最大贡献了 闺女啊 今天表现得不错 有什么想说的吗 无日三省无身 无是不是点赞了 无是不是投币了 无是不是收藏转发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